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湖传言 我和你有一腿 这不是传言 本来就是事实 陛下 你是九五之尊 当然无所谓了 我可还是黄黄大小伙啊 怎么 委屈你了 不是委屈 我是怕你百年之后 我找不到老婆啊 小顺子 你怎么看呢 齐奏陛下 这个事情很好办 等您百年之后 您让小宝陪葬不就完了吗 我去你了 小顺子 哈哈哈哈 这个办法好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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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 陛下 你在玩什么呢 对了小龙 你不知道吧 我最近在问这个炮牛生气 而且还钓到了一个开子 陛下 那你下手了呀 刚刚钓上 还没来得及下手了 陛下 这炮牛生气你下手可太快了 要不然就叫病人呛了弦了 那你说 我现在都发电话语了 嗯 陛下 你得改年替啊 然后我也找到一件 是吧 陛下 铜啊 陛下 铜啊 是你闲人吗 我是屋门店啊 我是你闲人 你毛的皮脚臭啊 老公那打毛的 脸空的还酷了 啊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们说的 朋友身体不靠谱啊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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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太寇见娘娘 鲁太寇见娘娘 我问你 娘娘 请说 你有弟弟吗 是吗 胡鸟娘娘 我有一个弟弟 而且还挺大的 是吗 那你有没有亲弟弟啊 这个 这个 难度 有点大 怎么了 回娘娘 我够不着 我够不着 毕业 昨晚上的 亲嘴没有 哎呀 陛下 那我问一个问题吧 那你问吧 哎 那为什么 男女之间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见面 就要亲嘴呢 你笨啊 恋爱是不是男女 一见面就想知道 对方吃了什么 可是想问 也问不出口 所以只有通过 亲嘴的方程 又来测试一下 哦 那结婚以后 为啥都不这么亲呢 你傻呀 你傻呀 这结了婚以后 两口子都是吃了一样的饭 那 这人 就用不着亲嘴了 小宝啊 罗怜磊 最近暴走 有什么大事件吗 回陛下 有 哦 有什么大事件呢 昨晚呢 我老婆去抱走 这 遇到一色狼 哎呀 我老婆不从啊 这不 被打了 啊 会有这样的事 陛下 你肯定给我做主啊 那抱走那么多人 就没人管吗 是 怎么就没个建议有为的呢 哎呀 你老婆可真是笨呀 啊 怎么了 他就不会大叫一声 他叫了 叫了很多声也不好使 哦 那是他叫的不对 啊 他叫的不对 嗯 陛下 那他应该 怎么叫 他应该叫 城管大人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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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